今天在菜上你买一笼很新鲜的肥肠 准备炒一锅生煎肥肠 炒出来熬不熬的洞我就不晓得 把洗好得肥肠紧一下 冷水下个大葱 你拿这人的老百个来点 烫起来都还有四个 这一笼肥肠我准备拿来三尺 这点拿来生煎就冷一点点的动 然后剩下的拿来水煮 然后再拿长盘拿来香酥 在我楼底下 22斤的肥肠一笼就是200多 我这一笼的盐炭卖了 才八十块钱 你说尾啥子都是非常 差距大的冷宝 你就看我这二十斤菜子 又用得到好久嘛 花椒 某某盐 放一勺老子一勺豆瓣 别烫了一点 鸡精方的青菜的围巾 一个八角一个大料放进去 现在我们就开始神煎肥肠 15秒钟下锅火宝 哇 香酸泡椒消灭了 把青菜倒上去一起炒香 我觉得肥肠跟青菜两样是最大的 一定要大火炒哈 七块饭醋 生煎肥肠也太简单了吧 就这样子就煎好了 轻轻松松自己在家 也能自出生煎肥肠 吃这个肥肠我起码要叫 五十二十分钟下锅 嗯 这事实不够 今天的菜是让你们 要十斤的护华肉 准备足弓四传门少北 下锅注意哈 现在把这些煮乳身上搭起烟一烟 它再来炸起肥肥 大家开始调质 粉丝 老抽 做点萌萌烟 再来点鸡鸡 现在把这个五花肉的颜色 跟它上上去 刀肉我才搭了二十斤台子又炸起 先把它炸成肥肥肥肴 little 摊一下咱们把它起肥肥肥肥 leakage 还要再炸一会儿 把炸好的五花肉放进湯水中 再水中浸泡半个小时就足以 salt 拌完半个小时过后 终于起肥肥肥肥肥 eum 然后把它切成厚厚薄白金 再厚一点哈 现在把大白盘装好一点 现在白骨牙把鸭菜不剪 鸭菜我买了10多20包 一边那个水平的鸭菜 40多年的老品牌 直接是不用吸了 撕开就可以 一弯的话起码要放两包 这很方便的就是不用抄跟不用吸 大气就是大品牌值得行的 把这些膜揉了水 现在一个弯面放一点 直接上锅整一个小时 以后想吃烧北的时候 随便选一碗 拉出来 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 软烂的烧北 来上一口最终的烧北 夹到下面的鸭菜 香不香